好 接下來我們介紹的是那個 指數率裡面的那個加減乘數 加減乘數的部分 我快速幫你複習一下 還記不記得我們三郎會講到這個 A的N四方這個 比如說3的5四方是什麼意思 3的5四方 把3乘幾遍 乘5四嘛對不對 還記不記得 好 OK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接下來你看一下這個地方 這個請打10顆星 這個考試B考 指數率的那個加減乘數 好 首先第一個我們說 如果N跟N是正整數的話 而且 A大於0的話 好 不會有下面這四個東西 你把它記下來 第一個 A的N次方乘以A的N次方 會等於A的N加N次方 好 把它畫起來 旁邊的幫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2的5次方乘以2的2次方 會等於2的幾次方 2的7次方 答案會變成2的7次方 也就是說 相乘代表上面怎樣 加 相加 我再講一遍喔 相乘代表上面相加 好 我快速跟你講為什麼 什麼叫2的5次方 就是2乘5次 就是2乘5次嘛 那就是1 2 3 4 5 對不對 那什麼叫2的2次方 2乘2 2乘2嘛 請問你怎麼過幾個 7個 相乘代表相加 會吧 那就取100知道嘛 那相乘代表相加相除呢 相減 所以2的5次方 除以2的2次方 就會變成2的幾次方 3次方 3次方 會啦齁 這現在可以跟你講完喔 好 第三個 a的m次方再n次方 會等於a的m乘也n次方 也是一樣的 我試一下 2的5次方再2次方 會等於2的幾次方 2的幾次方 2的... 10 如果你有括號的話 接下來如果有括號代表什麼意思 相乘 所以變成5 2的... 10 好 也是一樣我教你為什麼 請問你 什麼叫做 2次方 90 可以 2次方代表說 裡面這個東西乘兩遍嘛 對不對 那是不是2的5次方 乘2的5次方 聽懂我的意思嗎 那請問你 相乘代表什麼意思 相加 那不是2的14次方 2的14次方 這樣會了嗎 好 我們講完三個囉 再講一遍快速幫你複習喔 相乘代表上面怎樣 相加 相除呢 相解 那有括號咧 有括號 就相乘 好 再來另外一個 第四個這個數位寫好了 再來看這邊 A的0次方是多少 1 就是任何數的0次方就是1 只有一個誰例外 0例外 旁邊寫上去 0的0次方寫上去 無意義 0的0次方是無意義的 然後還有一個第五個也補充給你們 第五個 寫一下 A的m次方乘以b的m次方 會等於什麼東西 等於 等於 對等於 等於ab的m次方 好 旁邊自己舉個例子 2的5次方乘以3的5次方 會等於什麼 2的5次方乘以3的5次方 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6的5次方 好注意喔 2 3得6 但是上面多少 還是5 你不能寫10喔 我從來沒教過你喔 我先說 你不要去寫一些 我沒教過你的東西 來告訴我說 老師我不會 我沒教你的東西 你自己想出來 那代表不是你不會 是你自己個人認真在聽 聽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你寫了一個 我教過你的東西 但是你把它弄混了那就算了 我來講一遍 所以2的5次方乘以3的5次方 會等於6的5次方 如果你不會 我也講一遍給你聽 為什麼 來看一下 2的5次方不是就是2乘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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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乘以5變嗎 對啊 然後呢3呢 是不是3乘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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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也是乘以5變 那每個3跟每個2合在多少 6 2不是等我 6乘以6乘以6 不是5次嗎 對啊 雖然是6的5次方 這樣會了沒 會了齁 聽懂嗎 好 真的 我其實講的還蠻快的喔 我講的很快喔 因為我講過了喔 時間我有上過 你要再開一遍 然後呢自己想一下 好不好 OK 來我給你3分鐘你想一下